觀眾朋友 您好 歡迎收看賺錢放大樹帶您探大集 我是依靈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我們要來探討 揮答第二季的財報 8月28號就要公布了 能不能拯救全村呢 現在全球都在等這位村長給答案啦 要揮曉說這個AI到底是炒作還是實力 那揮答股價今年以來漲幅已經超過了160% 在財報公布以前呢 華爾街投行現在甚至紛紛調升了揮答的目標價 最高喊到了180美元 那現在看來這個財報似乎是只能好不能壞 有模擬的劇本我們今天會想先報理哉 那首先要歡迎今天的道場來賓 選股教練陳惠泰老師 怡琳好 大家好 好 今天市場上一直就把揮答視為是AI股的救星 那回答的財報 8月28號很快要公布了 會不會是這個股價的催化劑呢 我們先來問問維泰老師 您怎麼預測 回答第二季 是 原本這個全球央行的年會 Jackson Ho 他出來的結果是 大家預期呢 這個9月份就要降息了 哇 原本以為這個是一個天大的利多消息 金融市場應該要大漲特漲才對 結果沒有想到金融市場的一個反應 異常的冷淡 大家好像都在觀望什麼東西 如果說在觀望什麼東西的話呢 應該就是這一個 什麼 回答他接下來就是在8月29號的凌晨 他們會公告出來的一個財報數字 對 那就如同剛剛伊林所提到的 現在非常多的華爾街投行都已經提高了 回答他的一個目標價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預期這一次的財報數字 應該會是蠻不錯的 所以我們這邊呢也給大家做了一些沙盤推演 如果說這一次呢 NVIDIA的一個財報是高於預期的話 那麼我相信呢 你說實在話 在過去這一個月 我們看到不僅僅是回答的股價也沒什麼漲 什麼AMD的股價 Intel的股價 甚至包括我們台股很多NVIDIA的供應鏈 他們的一個股價也都相對比較疲弱 所以如果說真的如大家所預期的 會交出比較亮眼成績單的話 那事實上我相信NVIDIA的股價會漲 那麼也會帶動我們台灣的這個所謂AI股 會出現股底翻揚的情況 也就是村長成功救了全村 對 那如果說他所出來的這個結果是持平的 持平 那什麼叫持平 就是基本上跟在上一季 會打他在整個財報之後的一個展望 像差不多的話 例如說他的這個所謂的營收的一個表現 這個是微幅度的一個成長 預估本季可以達到281美金 然後呢年增107% 季增23.9% 如果說有類似差不多在這樣子的一個水準的話 那大概就是符合預期 那符合預期呢 跟大家現在市場上面的氣氛好像就有點落差 這時候可能這個股價的部分又會再呈現這個所謂的一個小跌 然後重新打底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個人認為以目前市場上面的態度來看 這個機會又比較小一點點 那更小的機會率呢 是什麼 就是低於市場預期 那如果說低於市場預期 就可能連這個回答自己本身的預估都達不到的話 那很可能就引動另外一番的這個所謂的市場上面的賣壓 那尤其是台北股市啊 這個外資很可能就針對一些所謂的 虧達相關的概念股 會去進行另外一波的一個賣抄 那麼這波賣抄很可能就會引動 就是連這個半導體族群相關的一個個股 包括像台積電啊 這個日月光啊 金元電等等 就是跟這種所謂COAS相關的一些這個瘋瘡廠商 也可能會受到連累 甚至呢最近漲了比較多的一些所謂的半導體設備 也可能會受到連累 但是我個人評估這個機率是比較小的 現在我個人比較傾向於說應該會是略高於市場預期 那現在呢巴克萊銀行就說啦 輝達的財報就是決定這些大型科技股 它接下來發展的命運嘛 那另外一個是半導體分析師陸行之他也說了 說這個呢 這個公司的財報出來之後 至少要比市場好五個百分點以上 他說這個盤後表現會比較好 那也有專家就說啦 說這個如果那個這個輝達呢 他的表現不如市場預期的話 說這個AI泡沫可能就會粉碎 那你怎麼看呢 老師您看 我們先講AI到底會不會泡沫 我個人認為是不會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看到 在今年第二季的台廠 一些AIPC的這個出貨量 都有蠻不錯的表現 包括像是紅機 Acer 還有包括像是廣達 這些跟這個所謂AIPC有相關的這些廠商 他們在整個就是 AI的這個Notebook出貨的部分 都有比市場上面預期來的還要多 所以其實我認為光是這一點 我們就可以判斷 就是AI它不會泡沫化 是有量的 對 那至於AI伺服器的部分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從新聞當中 有探到一些訊息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在整個COA 封裝的部分量力沒有很好 所以導致GP200的出貨有點延遲 但是延遲不代表它不來 它只是遲到而已 那現在市場有沒有預估呢 大概第四季 這個GP200的出貨就會恢復正常 那所以呢我覺得 第一個就是AI基本上 我認為它不會泡沫化 第二個 杜行之先生所提到的 至少要比預期要好5個百分點 市場上面才會認為說 股價會有向上的反應 那我也可以講 至少要比市場預期好 8個百分點 10個百分點 它才會漲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大家就參考參考就好 但是至少我覺得 我認為說現階段來看 以NVIDIA目前產業的一個地位來講 它並沒有其他的明顯的競爭對手 AMD雖然說有要挑戰 可是現在我覺得它的一個 這個所謂進展 還沒有NVIDIA那麼快 所以在沒有其他 額外的競爭對手之前 現在NVIDIA它是獨大 所以我就認為 就算是這個符合預期 我覺得股價稍微做修正 但是修正完之後呢 市場的氣氛消失 消化一下之後 股價還是會上漲 好 其實我們在看到8月份 上半個月的時候 揮答的股價 確實就像老師剛剛說的 受到這個GP200的影響 設計缺陷 所以說要延後一季出貨 讓股價受到了衝擊 那現在財報可不可以 繳出漂亮的成績單 市場上都在看 說這個GP200到底會不會延遲 那我們記得在這個 鴻海的法說會上 就公開說不會 但是呢偏偏現在有一個 美國的私人金融的投資 顧問公司 他就說這個Blackwell的 晶片延遲出貨 他說只是第一張倒下的股牌 甚至還說可能會暴跌九成 是 這個美國華爾街的這種分析師 有時候都會語不驚人死不休 他就一定要講到 讓大家都很恐慌 就搞不好大家恐慌的時候 他反而在第一檔撿股票也不一定 所以我剛剛說 除了從AI的伺服器 或AI整個浪潮來講 不會泡沫化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他剛剛所推出 我做個推論 就是說AI這個NVIDIA股價 有可能會暴跌九成的 這樣的一個推論 我認為是不太可能會實現的 那Blackwell的 他這個所謂的延遲 主要又是因為就是 COAS相關的一個封裝的一個良率 沒有當時想得這麼好 可是我相信台積電應該 已經有辦法去做解決 否則他為什麼要不斷地去買新廠 去怎麼樣 再蓋新的所謂廠房對不對 他不是剛剛買了這個 群創的一個面板廠嗎 是 就是要去擴產它在這個 所謂的散出型面板的 一個封裝的部分 所以如果他沒有想到解決 他為什麼花這麼大的錢 或者他沒有把握做解決 他為什麼花這個錢去買廠房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只是 解決方案的一個遲早的 時間的問題而已 並沒有辦法 並不是說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認為說在接下來 GP200的出貨應該會逐漸的往上去做一個提升 那現在呢 GP200的出貨是廣達跟鴻海良家 最最主要出貨廠商 那麼鴻海佔60% 廣達佔40% 所以說在這個剛剛所提到的就是說 GP200延後出貨現在看起來是勉強供應一些重要大客戶 那等到他這個所謂的這個 良率的這個問題解決之後 很可能就會全面性的出貨 那反而對這個目前來講 像這個NVIDIA的股價 或者是這個台積電的股價 現在看起來可能都是相對低檔 那有沒有延遲對於這個廣達跟鴻海來講 你怎麼看 我覺得第一個是延遲不會對這兩家沒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基本上延遲代表是說我的貨不夠出 那我就先出給比較重要的客戶 那比較重要的客戶這兩家的產能應該是可以搞定 OK 那等到他正式恢復這個所謂的就良率也恢復了 什麼都恢復之後 那這兩家可能出的貨可能就會更多 所以我覺得對這兩家來講 我們可以發現到近期的股價 尤其是像今天 我們看到在盤中11點之後 就看到鴻海跟廣達的股價 是這個手牽手往上做走高 應該就是反映我剛剛所說的 GP200它的出貨即便是延遲 但是這兩家公司的訂單是不會跑掉的 是 好 回答第三集遇到了逆風 那美銀的分析師預測說這個半導體產業 在今年的第四季渴望反彈 而且還有上行的空間 好這樣的上行週期甚至他說會維持到十個季度 甚至點名了 揮達還有博通 柯磊還有都是有很強大的競爭力 好 維泰老師你怎麼看這對我們來說 台股來說應該是加分吧 是 如果說從剛剛這個美國的分析師去點名幾家公司來看 他們大概分佈在就是第一個晶片類股 晶片族群 所以這個其實跟台積電會有直接的關係 再來第二個包括像是科類或者是其他的 包括像是這個東京威力科創等等這一些我們所謂的半導體上游的部分 那這一塊很可能就是跟我們台灣的一些設備廠商有關係 尤其是這個所謂COVAS封測的這些所謂的設備端 那台灣譬如說像軍豪 軍華或者萬潤等等 所以其實回到你剛剛的問題就是說 現在接下來這個半導體的一個整個循環 到底有沒有可能走到十個季度 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因為其實從目前台積電的一個建廠計畫來看 我們在講說台積電的建廠 通常建一個廠大概就是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 那日本是特別快 它在一年半就搞定一個廠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子的建廠數字的話 那很可能這個半導體的所謂的一個上行的週期 你剛剛說十個季度搞不好會超過 搞不好超過到十二個季度 因為我兩年才蓋完一個廠 那蓋完一個廠 我總是要讓它所謂的折舊攤品 可能都要花到兩年到三年的時間才有可能做到 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有可能會比十個季度 還要更長這個產業循環 好 說回來這個村長即將要公布這個財報了 那有哪些概念股是我們可以搶先卡位的 再休息一下回來的時候 維泰老師會為我們解答 好 歡迎回到賺錢放大樹 我們要帶您探大集 好 今天有選股教練維泰哥在現場 所以在揮答彩報公布之前 會帶給大家一盞明燈喔 我們要先帶大家來看到我們剛剛說到的 所謂的揮答概念股 好 透過這張圖卡我們帶大家來看 所以可以吃到這個揮答概念股 幫它這個半導體製造 台積電 那還有AI伺服器 紅海佔了六成 還有包括了其他的圍影 炎陽 陰葉達 那顯卡的部分有技嘉 華晴 立台 這其實也受到了這個黑神話誤空的影響 那還接下來呢 在這個封裝測試的部分 是日月光散熱的部分有雙紅跟旗紅 好 維泰哥幫我們分析一下 現在到底誰是吃到最多的 好 如果說從剛剛這個表格來看 但我覺得還有一些可能是有一點點就是漏網之餘 例如說廣達 對不對 我剛剛提到 GP200除了這個紅海之外還有廣達 所以廣達也應該要加上去 那這個COAS封裝呢 這個測試的部分來講 其實還有晶圓電 所以剛剛在日月光旁邊應該也可以再多加個晶圓電 OK 好 那麼如果說接下來的 我剛剛提到NVIDIA的財報 如果說是優於預期的話 那很可能這一些 剛剛我們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這些個股 它應該就會跟著雨入均沾 所以它的股價就會往上走高 那如果說一定要去做一個排序 就是要受惠程度 去做個由大到小排序的話 我個人會怎麼排呢 我個人會排第一個還是台積電 因為現階段 不管是什麼高速傳輸的晶片 AI的晶片或者是手機晶片 基本上大家都是搶著下單給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它有所謂的高階製程 目前就只有它有辦法做到3奈米 量率很好 然後搶先進入到2奈米的一個製程 甚至接下來還有1.6 這個所謂的1.6奈米 16奈米的一個部分 所以台積電應該會是最大最大的受惠者 那除了台積電之外 當然啦 日月光的部分也是 日月光它在這一次在整個COWAS封測的部分 可以說是極起直追 那也在這個高雄 它又持續再去做擴散動作 所以我相信日月光它未來的營收的一個成長 是可以期待的 那除了日月光之外 就會進入到所謂的就是剛剛提到的一些 伺服器的組裝廠商 那包括像是鴻海或者是廣達 還有像圍影 這基本上都是間階段我們知道 它有出到就是GP200伺服器的一些公司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 它未必出到這麼高階的伺服器 它可能出這個所謂HGX伺服器的部分 那例如說像這個音樂達 例如說像這個技嘉維新這一塊 那剛好你剛剛提到就是黑神話悟空 最近使得這個顯卡的需求就大幅度拉高 一隻猴子就 又是村長 又是猴子 對 所以這部分可能就是另外一個 比較有所見接受惠的 那零組件的部分呢 還有就是大家先前所提到的液冷 液冷散熱的部分 包括像是齊鴻跟雙鴻 他們都是目前來講都是有成功打入 就是NVIDIA的供應鏈相關的一個公司 那只要接下來這個GP200的出貨 能夠順暢 我相信這些公司都有機會受惠 那再來還有其他的 包括像是倒軌的窗戶 或者是做這個伺服器機殼的秦城等等 我相信這些都是跟這個 接下來NVIDIA財報的數字 如果能夠交出好消息的話 那這些個股都有機會 往上再做走高 大家都說現在台積電嘛 然後廣達鴻海吃最多 都可以佈局 可是我們看一下最近的股價好像有點低迷 那是說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進去佈局嗎 低基起來了嗎 好 這種大型股 他們其實跟外資的買賣超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他們股本動輒都上千億 如果不是外資持續就做加碼的話 它的股價很可能就是沒有辦法往上漲 但是你會發現到最近這一個禮拜 雖然說外資偶爾還有去做一些調節 可是這些個股的股價事實上都不跌了 所以等到外資它開始出現 由賣超轉買超的時候 那麼這些個股的股價就很有可能 會開始往上再做走高 所以想要操作這些 我們剛剛所說的大型股的投資朋友 一定要去參考一下外資的一個動態 如果外資出現連續性的買超的話 那大概這些所謂大型全資股 尤其是已經打底 超過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時間的個股 它的股價就很有機會往上做發動 是 這些大型股牽動了台股嗎 在八月份的時候崩跌 那你怎麼看九月 九月份的行情基本上第一個 我不認為會再像八月份這樣出現崩跌了 因為其實當時的一個崩跌 它伴隨著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一些漲多 然後獲利回土的賣壓 第二個就是說融資斷頭 所造成的一些賣壓 那現階段第一個 現在的大型指數或者個股 都還沒有回到之前的高點 所以更不要說有所謂的獲利回土的賣壓 再來現階段我們看到融資圓的部分 也並沒有像先前一樣出現持續的增加的情況 也沒有出現失控 或者是說融資維持率不夠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沒有 所以其實我剛剛說九月份大概不會出現在像八月份 這樣子大跌的情況 主要原因在這個地方 好 那九月份基本上我認為在指數的部分 可能要第一個就是要看看就是外資有沒有回頭買超 因為外資的回頭買超對指數的一個影響性是比較大 所以我會觀察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外資的現外買超部位 還有就是外資在期貨市場的進空單 那麼到昨天為止外資的進空單還有3.7萬口 這個口數不高也不低 但如果說要期待指數能夠往上再多走高的話 我們會期待就是外資在期貨的進空單能夠再減少 減少到3萬口以下或2萬口以下 這樣子指數會比較有空間 所以指數的部分我個人目前看法是相對比較中性 但是個股的部分呢 因為九月份第一個有這個投信的基底作帳 所以中小型股的表現會比較好 還有就是像NVIDIA這些的不確定因素消失之後 有些個股也會出現就是落體反彈的一個機會 所以基本上九月份的台北股市的行情 我個人認為就是指數放兩旁個股擺中間的行情 然後又尤其是一些跌測電子股會是最優先觀察的方向 那老師你看這個台股要繼續挑戰機械才有可能破敵範嗎 我覺得現在這一波的一個價錢指數的反彈 已經超過前一段 從兩萬四千多點跌到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二點的二分之一以上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相對強勢的一個反彈結構 所以這一波要再回去跌破一九六六二我覺得機會不大 OK 當然說有沒有一定要在這個時間點馬上站回季線 我覺得也不用 因為現在看起來的成交量算說是比較低一米 可是至少我們發現到它的籌碼是沒有亂的 所以如果說此處還要再往上去走高的話 可能會是屬於歲部往上做墊高的機會會比較大 那歲部往上做墊高有個好處 就是它會讓現在走平或者是下彎的這些五日線 十日線跟二十日均線會翻樣向上 所以到時候季線我相信就算短時間之內沒有站上 我覺得其實在中心來看 它也不會造成就是整個市場上面的壓力 是老師你剛剛說個股放中間 那就這個全職三網 你有看這所謂的目標價 目標價不能其實外資或者是一般法人都看得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現階段的目標價 我認為台積電應該是有機會去挑戰前波的高點 就是我覺得不管是你剛剛說的台積電 或者是鴻海或者是廣達 我覺得今年的一個高點應該都還有機會再去做挑戰 好 說到九月份我們要來關注到就是九月份這個 包括有九月四號的半導體展 有重要的就是不能夠忽略的 就是聯準會要啟動降息的這個機率非常高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另外一個消息 這號稱最懂台灣股市的台灣先生 谷月寒說降息過後台股會有向下的風險 那現在降息之前 老師你怎麼看現在是要獲利了解 趕快逃命嗎 其實在講降息這個消息已經講了大概快半個月了吧 是 OK 那一直到傑克森後 這次會議結束之後 大家好像就比較確定說九月份會真的會降息 只不過降息的幅度大家都還不確定 台北股市會不會往下做修正 第一個 如果說這一次美國聯準會的降息降到兩碼 代表是美國經濟有可能步入衰退 那這時候可能就不是只有台北股市下跌 是全球股市都會下跌 所以這部分就不能夠單純是講台北股市下跌的問題 但如果說只是降息一碼 其實外匯市場已經反映了 怎麼說呢 就是在過去這二十個交易日裡面 事實上新台幣呈現升值 對不對 因為降息的情況之下 美元會變得沒那麼值錢 反而非美元的貨幣會升值 所以新台幣已經出現升值了 那新台幣但升值基本上在熱錢的考量上 就會湧入台北股市 所以這件事情 我也不認為會造成台北股市會出現明顯的 或是大幅度下跌的風險 那如果有下跌 可能就是因為 例如說一些所謂的營收步入預期 或者其他一些 原本大家沒有預期倒跌一些個股上面的消息 才會可能造成個股的股價下跌 那老師就您個人來看 你覺得這個降息一碼的機率是最高的嗎 我認為目前是降息一碼機會比較高 也就是說我比較傾向於說 美國沒有步入衰退 也就是說它會呈現一個就是軟著陸的情況 那從哪邊可以看得出來呢 就是從他們失業率的一個數字來看 包括像是初次請領失業就基金人數 並沒有說持續的一個增加 然後在失業率的部分 也沒有說明顯的增加 再來不管是CPU CPE或者是這個所謂的CPI的部分 基本上也沒有說出現大幅度的一個就是跳動 所以我認為降息一碼機會是比較高 那這些絕處逢生的股票我們接下來在9月份可以怎麼樣佈局 像是蘋概股還是AI 你怎麼看 好問題 其實9月份的大戲應該就是除了這個降息之外 產業界應該就是要等待這個iPhone16 OK 那iPhone16這一次其實有非常 一開始其實大家就很期待 從原本預期的8000萬支到9000萬支 甚至上看到1億支 OK 那現在大家又稍微比較冷靜一點點 大概預期大概就還是會9000萬支 那你可能覺得說那好像這個數字比之前的還要差 問題是你要想想看 在前年iPhone15出貨的其實數字並沒有這麼好的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因為機器的關係 所以我其實對這一次的iPhone相關的概念股 我個人其實是蠻期待的 那當然指標股就是看大力光芒 淤金光芒 這個基本上還有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鴻海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知道買什麼的投資朋友 真的可以去考慮一下鴻海 因為鴻海它就等於有兩個題材 一個是GP200 AI伺服器 一個就是iPhone16的一個組裝代工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鴻海它接下來的股價 如果說如果還有再往下做修正的話 事實上是應該可以分B站在買房 對老師剛剛提到不管是AI或者是這個品蓋 其實鴻海都是獲利最多的 那從這個EPS到獲利 您看好鴻海可以到多少 鴻海的目標其實很難說 300 因為你說那個郭董比的那個嗎 他應該是比OK吧 應該是300 我覺得先去看看前波 先去挑戰前波段的高點 對 那鴻海能夠往上帶上去 所以其實洪家軍的部分也會跟著跟進 像今天我們就有看到像台陽就往上做跟進 那其他的還包括像是洪准 我覺得其實這陣子也不錯 還包括像是PCB裡面的真頂 洪家軍裡面的真頂 我覺得他們都是 就是一來有這個所謂的iPhone16題材 或者是低軌衛星的題材 我覺得這些都可以去留意 是 那針對iPhone16的出貨量你自己怎麼看 5.6 9千萬支應該是有機會達到 可是之前是大家會想 期待說這個AI的比重是很高 但是後來好像又修正了 聽說好像是針對某些特定機型 然後想要再另外再付費 所以但是我相信果粉的始終程度 應該還是會買單 不會想說等時期嗎 我覺得不會 因為這次時候 這次換季大概已經等了兩年了 有很多對一個果粉還在 iPhone16還在